容易改变它的密度以及它的浮力 通过风的形成实验 我们知道了空气在温度变化时 浮力会发生改变 那么当气体与液氮相遇 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接下来奇妙与张鸿堡老师 将用液氮和氦气球 为我们带来一场神级的 浮力魔法秀 真的是一个氦气球 对 我们把这个放到温度很低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体积就会 它会变 哇 很明显的变化 对 这个气球就皱了 皱了啊 我好担心还能不能再浮起来啊 那么现在我再拿出来的话 那么它很快 因为它的温度又变成石温 它又跳浮起来了 那我来试一个红色的吧 好的 看看它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好 差不多了 可以 你看这个时候呢 它就浮不起来了 因为它的密度跟空气差不多 当它的体积变大 密度又变小了 浮起来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氦气呢 随温度的变化 它的密度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对 对于气体来说 通常它的这种变化非常大 非常明显 好 这也就是我们温度 来影响密度的一个实验了 这是奇妙和老师一起做的 一个奇妙的实验 来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